Hello,又是我,Uncle M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日语讲堂 好,那之前呢,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这个 就是被动态啊,很难用 其实呢,超简单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首先呢,就是它的变形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学的时候会说的是五段动词还是一类动词啊 那我就都写上去了 那如果是五段动词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词尾,五段的讲名变到阿段上面再加上 比如说,飲就变成 那如果是 一段动词或者是二类动词啊 那就是直接把它的词尾,变成了 就可以了,比如说 那吃的话就变成 那如果是 然后呢,最后这个 也就是大家可能有人学的是三类动词啊 就两个词,一个 那直接把它们变成 就可以了,讲得有点快 因为呢,我不想跟大家浪费时间在这个变形上面 如果大家不太记得的话,去看书就好了 那接下来讲一讲它是怎么样用的 好,那第一个 如果我背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谁是谁背怎么怎么样了啊 说的是这个动作呢 直接影响到直接作用在我们身上 或者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说 然后后面用一个动词 背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所有的对方 背谁谁谁怎么样的时候呢 都要用 比如说先生に褒められた 那就是我被表扬了 然后呢 親に叱られちゃうかも 有可能会被父母批评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 犬に噛まれるところだった 差点要被狗咬到了 背别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动作如果直接作用在我们人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呢 直接用这个に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呢 让大家造一个句子 比如说我的书被弟弟撕破了 那怎么说呢 这句话给大家五秒钟 好 可能很多人都会造这样子的句子 私の本は弟弟に破られた 这个句子呢是错的 那为什么说这个句子是错的呢 其实呢 如果后面的这个动词 是个被动态的时候 这个动作直接影响到的是我们人 所以在这里书是不可以做主语的 只能是人做主语 那这句话呢 我们就改成这样子 私は本を弟弟に破られた 还是一样啊 我们这个如果是对方人 后面呢都是用に 这个是不变的 然后呢 这里因为涉及到了一本书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呢 直接就加一个 お本を破られた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用法呢 表示的是一般性 什么叫一般性呢 这个动作呢 不是指的是特定某一个人做的 而这指的是团体啊 群组啊等等啊 比如说下面这句话 この曲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 这歌曲有很多人知道 英語は世界で使われている 那英文呢 是在世界上都被通用的 最后这个呢 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经常会被用到 何々とされる 或者何々とされている 表示的是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大家都公认的一些事情 的这个意思 日本では一般的だとされている 这个在日本看来呢 是很普通的事情的这个意思 那下面呢 这一个呢 说的是 是或者物的一个直接被动 而不是我们人了啊 主语的挖前面的东西不是人 而是说的是某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事物 このビルは去年建てられたばっかです ビル这栋楼啊 是去年刚刚建起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动词 换成了建てた的话 就变成了是 这个ビル是去年我建起来的 要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句子啊 祭りが駅前で行われる予定です 就是在那个车站前面会举行 但是这个举行也不是说谁去举行 而是整个团体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用了一个 レルラレル的一个 矩形去说啊 好那最后这一个呢 要给大家慢慢讲 首先呢 它是说的是受到迫害 被这个动作所影响到的一个意思 啊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很简单的第一句我们来看一看啊 母に手紙を読まれて落ち込んでいる 她被妈妈看了那个信 所以呢 她现在心情非常的down的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中文的用法很相似 但其实下面的这种的话呢 跟我们中文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教科书啊 可能会说的是自动词变成被动态的时候的一个用法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我们不要去记什么被自动词或者他动词去怎么变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说不清了 哎这个是自动词还是他动词 这想半天 呃no 那怎么样记好呢 其实呢就是某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它让那个说话人受到了迫害 受到了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动作换成一个被动态去用 子供に泣かれてよく寝れなかった 这句话说的是孩子哭让我没有睡好 他是被孩子哭 所以他没有睡好 这句话其实在我们中文里面是有点奇怪 对不对 当然其实就是孩子哭的这一个动作 使他受到了影响啊 所以这个哭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换成了被动态 那再看一下最后的这句话 他被父母死了 所以呢生活非常的糟糕 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不可能是这么说的了 但其实就是父母亲死的这个动作 让这个说话人或者是让某一个人啊 他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时候 我们这个死亡也是可以换成被动态的 今日はここまで 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か 如果有感觉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给いいね 还有subscribe 有没有问题 找个M啦